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4年不爱就散 我是聂皇 我是方玉 今天没有来宾 对呀 可以坐近一点 我们很欢迎来宾来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是 我们两个这样聊聊聊 聊到一个点 但是呢 不能与主题太脱钩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下次再聊 但是我承认啦 很多时候那个下次我们也忘记了 但是各位那个视频 还是可以留言提醒我们 想要再继续听的话 但这个题目我个人的生命经验 我真的觉得我很想多谈的 就是说角色不在关系在 这个是上次方玉律师提到的 我觉得好像非常难 那我们提到的原始点是说 夫妻这一件事情 如果夫跟妻的角色不在了 很少很少关系会在 即使有共同的朋友圈 它也会产生质变 就是一个人成为大家的一个朋友 另一个人呢 就选择缺席 嗯 对 我记得最近有一则新闻 那那则新闻其实 应该这么讲 因为他本身是两性专家嘛 我不知道老师 你们注意到那则新闻 那他们是为了生小孩的事情 而有了不同的观点 那就是说 他们感情一直很好 然后他们一直延续了好几年之后 这位女性的生理时间啊 也就是说他的孕育期 大概也就到那个时间了 那他一直在等待他的这个老公说 我愿意在婚姻当中生下一个孩子 那这位女性朋友呢 就是这位妻子呢 他也一直在等待 呃老公的同意 那老公也在等待他可以不生小孩 就这个关键点 他们两个一直没有办法有共识 可是呢他们也在一个朋友的关系下 也就是爱的关系下面 结束了角色 但是两个都还是有很大的祝福 我觉得这很像就是 呃角色不在但关系在 就是说 哦这很少见很少见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知名的 他是一模一样的原因 一模一样先生不要 蛤 为什么不讲 40岁的时候离掉 然后同一个圈子 再也不想见到他 对也 所以像那个就是角色不在 关系也不在 所以我们在谈分手议题的时候 不管是男女朋友 或者是夫妻的角色 在这个男女朋友的角色不在 或者是婚姻关系的夫妻关系 角色不在 好像关系就没了 似乎我们是对分手最核心的公式好了 就是说最常见的公式 可是为什么一定会是如此呢 表示这两个人的角色当中 呃不管你是事业伙伴 在婚姻因此而经营出事业伙伴 或者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或者是姻亲的关系 譬如公公婆婆 你没有发现一离婚 然后婚之后 你连你的公婆也都不在 也就是说这个关系 两个人不在 旁边的也都不在 那甚至有些人是连社交关系里面 共同的朋友都要分开来了 好像都不在 所以到底有没有可能 有一件事情在比较成熟一点 或者是比较真的明白 爱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有个可能 我们允许角色改变 二关系在 我想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如果有人这时候问方玉律师 人生不是什么关系都要延续 有的朋友交一交真的合不来了就分了 那请问 这个离婚之后维持一个 不那么决绝断裂的关系 你曾经看到的好处在哪里 当然有孩子的话 这个好处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知道你要当父母 还是要有个合伙关系 合作关系 所以如果你有决裂的话 你就几乎没有办法 你看到他就憎恨的话 你看你家中间的孩子怎么办 所以这是第一个 跟孩子是有关 第二个是 如果你们有共同的事业 其实你们两个可以把它经营得很好 你们可以变成事业的伙伴 而不是夫妻关系 那你为什么不让这样 这么美好的事业继续延续下去呢 所以我觉得关系在也很重要 第三个我常常讲 门关不要太用力 因为有时候会回来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喜欢这一句 对有时候会回来的 所以某个程度 你会知道最懂你的人 可能还是你旁边那个人 只是此时此刻 我们不适合在用夫妻的角色 共同一起共同生活 但是在日后谁知道 这个关系会被转化成 另外一种家人的关系 或者是再回到夫妻关系 所以我常常讲 门不要关太大力 我有朋友 是因为后来他们其实是 好合合好好的 共同抚养孩子 那前夫呢 就在境外工作了 那后来孩子大了以后 前夫回来 他们变为情人 哦 情人嘛 对 但是因为上一次婚姻的结束 所以到现在没有 legally的就是法律上面 在回复夫妻关系 所以你要让我想到 你让我想到 我有一对朋友 他们当时 我认识他 他是个作者 女性作者 然后他跟他 他先生分手之后 过两年之后 他们就 他老公就一直在追求他 我说 哇被前夫追求 这件事情还蛮值得骄傲的 真的 后来他们就再度复婚 然后也生下了孩子 那当然到现在都关系非常好 所以我说 角色不在 可能只是暂时的 因为关系可以继续下去 刚刚我们提到孩子啊 就是说在我们不爱就散里面 提到这个 希望不要走到不爱那一步 我觉得亲子关系 也让我在这一集的时候 我常在想 亲子关系有时候很容易 就是说他是因为 麦克风OK吗 他是因为 这个角色太固浊了 因为他有上下的关系 所以说跟孩子做最好的朋友 很多孩子觉得 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 因为我的事情 到某一个年纪 我实在是不会选择跟你讲 就是说你即使不是我第一个要讲的对象 我也另外开一个你看不到的IG 去分享我的生活 对所以 角色有时候反而 他限制了这个关系的 生化 或这个每一个关系 他其实都可以进化 生物进化论的进化 我觉得老师这个 我倒是有个想法 就是说 因为角色这两个字 意味着这整个社会 集体意识 包括人伦 不管什么均均层层 复复指指这样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对于角色 已经有一个框架 也就是只有在这个框架里面的行为 跟方法 或者是模式 是被允许的 那所以因此像刚才老师所讲的 如果我是拖曳了这个框架 我们就会觉得你没有礼貌 或者是你没有尊重伦理 我们有很多开始 框架外的东西的负贫会出来 因此导致我们在关系里头 欠缺更多的想象 我们就会固着在这个角色的定义 或者是他的名词里面 所以像我自己觉得 我跟我孩子就比较像朋友关系 那他经常有一件事 我那时候记得我跟一位心理师讲 我会允许我的孩子对我生气 他说什么意思 我说因为孩子很容易 情绪需要去跟他的同侪 譬如说他国中或高中的时候 刚好在派密期 他其实是很想要去发泄出来的 那这个发泄就是说 他只有觉得同侪会借助他的情绪 你的父母亲就是会讲 你这样没有礼貌 你不可以这样子讲话 所以他的情绪是要会被压抑 带有评论的建议 是的 他就会被压抑下去 那我因为我一直觉得 跟孩子能够变朋友的话 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也需要朋友 不是他需要朋友 我也需要朋友 这句话很好 所以我后来发现 以这样的关系 他所有的行为 只要说实话 都在我这里头是被允许的 而且我也想到了一个 我最近的例子 因为我跟我新生 2023结婚30年 然后他突然变成我的同行 就是在电视集团事业 然后自己都不是 那所以呢 他虽然负责的是他最熟悉的资讯 然后是资安的这个部分 对 可是呢 因为你在电视集团里面 电视还是会有制作工程这些的 所以他有时候会 简讯问我 或是回家的时候讨论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我跟他进入一种蛮有趣的聊天 然后我也会讲得津津有味 然后我就回想说 我之前我跟他有没有什么事情 讨论了很多 然后他会带着一个 很有信味的方式来问我问题的 孩子的事情都不会有 对所以 我后来 你刚才讲的时候 我脑筋在想说 所以那个时候 我可能是在跟一个同业在聊天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我 懂了 懂了 角色转换到另外一个 不然是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 我离开了工作 不管朋友或先生问我工作室 其实我都不太耐烦 我会说 我现在下班我不想讲 对那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 那很抱歉 就他们也会接我这个球 有的人只是好奇 他们要问什么电视台的八卦 对所以 很重要 不要被那个角色 荒陷住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角色它可以变化多端了 所以你们的关系才有办法再弹性一点 多元一点 在这里做调节 我觉得这是重要的 我主要是调节 因为有时候我们角色里头 你有没有做到我们会带很多的批判 因为我们对于角色是有一定 你想象 想象 你因为原生家庭对于妻子的想象 我因为我原生家庭对于老公的想象 我们都各自都有想象 所以当你不跟我爸爸不一样 或你跟我妈妈不一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就是不及格 那带着这样一个批判的时候 在关系里头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我最后要讲的是说 为什么我跟方玉会合作 不爱就散 如果我是那时候没有做看板人物 然后访问到方玉 然后在里面感受到 我的所有雷达都感受到 方玉律师是怎样的人 然后我只是想找个全台湾 帮名女人都几乎打赢 婚姻诉讼官司的大律师的话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这节目 不会像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事前的合作 跟我们分享的价值 跟我们即使想象不一样 我觉得不会有那个 因为我对于这个人 我的喜欢跟 因为从喜欢产生敬佩跟尊重 跟我只想做一个点击率的高 我去找一个大律师来 我觉得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真的关系比角色重要 谢谢老师 本来就 谢谢老师 好 小编今天说12分钟 好 就是12分钟 谢谢大家收听跟收看 不要忘了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下次再会 拜拜 请不吝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分享